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唱制作 浙江的张先生最近就买了一辆豪车 奔驰S7的纯进口豪车 楼车价格在187万 最后花了将近200万才拿到手 可以说是爱如珍宝 但是刚买不久就碰上了熊孩子了 引擎盖被石头砸坏了 车身也被划花了 张先生虽然很生气 但还是第一时间把熊孩子的行为给记录了下来 当熊孩子的父母来过后 一看这车子的外观就知道这车可不便宜 就开始胡叫蛮缠 似乎不承认这是自己家的孩子做的事情 幸好张先生提前录好了视频 拍下来了熊孩子完整的作案过程 才使得熊孩子的父母用力反驳 这对父母又改变了方针 恳求张先生看在自己孩子年纪小的份上 买得起豪车也不差这点修理费 恳请放过他们这一次 但是张先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虽然车友保险自己能承担得起修理费用 但是这样的熊孩子必须要教育 既然父母进不到教育的职责 那就让陌生人来教他长大 最后张先生把自己录的熊孩子的作案过程 交给了警方和保险公司 由民警和保险公司判断后 再向这对父母进行索赔 这对父母恐怕要大出血了 的确小孩子也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父母如果小时候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那他长大后就少不了被社会教育 年纪小并不能成为讨历责任的借口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